话说老太太见这些家伙 食物都是自己的 不觉欢喜 谈米心窍 昏厥余地 家人 媳妇和丫鬟 娘子都慌了 快请老爷进来 饭举人三步坐一步走来看时 连叫母亲不应 忙将老太太抬放床上 请了医生来 医生说 老太太这病是中了脏 不可治了 连请了几个医生 都是如此说 饭举人越发慌了 夫妻两个守着哭泣 一面治备后事 挨到黄昏时分 老太太奄奄一息 归天去了 何家忙了一夜 此日 请将阴阳徐先生来写了期单 老太太示范三期 到期该请僧人追见 大门上挂了白布球 新贴的听帘都用白纸糊了 何成身经都来调研 请了同案的卫号骨 穿着衣巾 在前厅陪客 胡老爹尚不得台盘 只好在厨房里 或女儿房里 帮着梁摆布 秤肉 乱窜 道德二期过了 饭举人念旧 拿了几两银子 交与胡图虎 托他仍旧到吉沙安里 请平日相遇的和尚做揽头 请大肆八众僧人来念经 拜梁黄颤 放宴口 追见老太太升天 屠户拿着银子 一直走到吉尚安里腾和尚家 恰好大司礼僧官惠民 也在那里坐着 僧官因有田在左近 所以常在这安里起坐 腾和尚请屠户坐下 言己 前日心中的范老爷得病 在小安里 那日平僧不在家 不曾厚德 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 烧了些茶水 替我做个主人 糊涂糊道 正是我也多谢他的高药 今日不在这里 腾和尚道 今日不曾来 又问道 范老爷那病随即就好了 却不想拥有老太太这一遍 胡老爹这几十天想 总是在那里忙 不见来急上座生意 糊涂糊道 可不是吗 自从庆家母不幸去世 何成相身 那一个不到他家来 就是我主顾张老爷 周老爷 在那里私宾 大长日子 坐着无聊 只拉着我说闲话 陪着吃酒吃饭 见了客来 又要打工做一 累个不了 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 不耐烦做这些事 欲待躲着些 难道是怕小须怪 惹神经老爷们看桥了 说道 要知青做什么呢 说吧 有如此这般 把请僧人作斋的话说了 和尚听了 屁滚尿流 慌忙烧茶 下面 就在胡老爹面前 转托僧官去约僧众 并被香 竹 纸马 血书等事 糊涂糊吃过面去 僧官接了银子 才带进城 走不到一里多路 只听到后边一个人叫道 慧老爷 为什么这些事 不到庄上来走走 僧官忙回过头来看时 是店户和美知 何美知道 你老人家这些事 这等才忙 因甚是总不来走走 僧官道 不是 我也要来 只因城里张大房里 向我屋后那一块田 又不肯出价钱 我几次回断了它 若到庄上来 他家那店户又走过来 嘴嘴舍舍 缠个不清 我在寺里 他有人来寻我 指挥他出门去了 何美知道 这也不妨 想不想游他 肯不肯游你 今日无事 且到庄上去做做 况且 老爷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 吊在灶上 已经走游了 做得久 也熟了 不如削搅了他吧 今日就在庄上歇了去 怕怎的 和尚被他说得口里流弦 那叫游不得自己 跟着他走到庄上 何美知 叫魂家煮了一只母鸡 把火腿切了 酒咬出来烫着 和尚走热了 坐在天井内 把衣服脱离间 敞着怀 舔着个肚子 走出黑津津 一头一脸的肥油 须于 整理停荡 和美知捧出盘子 魂家拎着酒 放在桌子上摆下 和尚上座 魂家下陪 和美知打横 把酒来针 吃着 说起三五日内 要往范府替老太太作斋 和美知魂家说道 范家老奶奶 我们自小看见她的 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 只有她媳妇 是装男头 糊涂糊的女儿 一双红香边的眼睛 一窝子黄头发 那日在这里住 鞋也没有一双 夏天撒着个蒲窝子 歪腿烂脚的 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 听见说做了夫人 好不体面 你说那里看人去 正吃得兴透 听得外面敲门甚凶 和美知道 是谁 和尚道 美知 你去看一看 和美知才开了门 七八个人一起用了进来 看见女人 和尚一桌子坐着 其说道 好快活 和尚夫人大清天白日调情 好僧观老爷 知法犯法 和美知喝道 修胡说 这是我田主人 众人一顿骂道 田主人 连你婆子都有肘了 不由分说 拿条草绳 把和尚矜持条条 同夫人一声捆了 将个杠子 穿心抬着 连和美知也带了 来到南海县前一个官地庙前 戏台底下 和尚同夫人拴坐一处 后职县出堂报状 众人压着和美知出去 和尚悄悄叫她抱于饭府 饭举人 因母亲做佛事 和尚被人拴了 忍耐不得 随即拿帖子向知县说了 知县拆班头 将和尚解放 女人这娇美知领了家去 一般光棍带着 明日澡堂发落 众人慌了 求张香伸帖子 在知县处说情 知县准了 澡堂带尽 骂了几句 扯一个蛋 赶了出去 和尚同众人倒在衙门口 用了几十两银子 僧官先去饭府谢了 次日方带领僧众来铺接坛场 刮佛像 两边十殿严均 吃了开精面 打动脑 搏 叮当 念了一卷经 摆上澡斋来 八种僧人 连私宾的魏相公 共九位 做了两席 才吃着 长班报 有客到 魏相公丢了碗 出去迎接进来 便是张 周两位相身 乌纱帽 浅色圆岭 坟底造靴 魏相公陪着 一直拱到灵前去了 那中一个和尚 向僧官道 方才进去的 就是张大方里 敬斋老爷 他和你是田林 你也该过去问询一声才是 僧官道 也罢了 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 想起我前日这一番是非 那里是什么光棍 就是他的店户 商议定了 做鬼做神 来弄送我 不过要剥掉我 几两银子 好把屋后的那一块填卖于他 使心用心 反害了自身 落后县里老爷要打他装户 一般也慌了 舔着脸 拿帖子去说 惹得县主不喜欢 又道 他没几股的是多礼 就像周三房里 做过朝县家的大姑娘 是他的外甥女儿 三房里曾托我说没 我替他讲西乡里风大户家 好不有钱 张家应主张这虚与方才 这穷不了的小魏相公 因他进个学 又说他会做个什么诗词 前日替这里做了一个贱盲的书 我拿了给人看 说是道别了三个字 像这都是作孽 眼见的二姑娘也要许人家了 又不知搓弄与个什么人 说着听见薛迪想 众和尚急急眼 僧官就不言语了 两位相伸出来 同和尚拱一拱手 魏相公送了出去 众和尚吃完了斋 洗了脸和手 吹打败颤 形象放灯 诗诗散花 跑五方 整整闹了三昼夜 方才散了 光阴谈指 七七之七已过 饭举人出门泄了笑 一日 张景斋来后问 还有话说 饭举人叫请在 林前一个小书房里坐下 穿着催蝶 出来相见 先写了丧事里 诸帆相助的话 张景斋道 老伯母的大事 我们做子值得 理应效劳 想老伯母这样 大手归天也罢了 只是误了 石先生此番会事 看来 想是祖淫暗葬了 可曾定有日期 饭举人道 今年山巷不利 只好来秋举行 但费用尚在不服 张景斋 屈指一算 明经是用周学台的弦 木质托为朋友 将就做一篇 却是用谁的名 其余避移 捉洗 知识 吹打 以及杂用 饭食 破土 写风水之类 许三百多银子 正算着 捧出饭来吃了 张景斋又道 三载居鲁 自食正礼 但是先生为安葬大事 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 似乎不必拘居 现今高发之后 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以后 高腰地方肥美 或可秋风一二 第一也要去后笔试书 何不相约同行 一路上车舟之费 抵自当错办 不须是先生费心 范举人道 吉成老先生厚爱 只不知大理上可行的 张景斋道 李有经 义有权 想没有什么行不得处 范举人又谢了 张景斋约定日期 顾其驸马 带了从人 取路往高腰线进发 于路上商量说 此来 一者见老师 二来 老太夫人木制 就要借汤公的官宪名字 不一日 进了高腰城 那日之县下 香香烟去了 二位不好进衙门 值得在一个官邸庙里坐下 那庙正修大殿 有县礼工坊在内监工 工坊听见县主的香语道了 慌忙迎道里面客位内坐着 摆上九个茶盘来 工坊坐在下席 直呼侦查 吃了一回 外面走进一个人来 方金阔幅 坟底造靴 密封眼 高鼻梁 落塞胡子 那人一进了门 就叫把茶盘子撤了 然后与二位序里坐下 动问那一位是张老先生 那一位是范老先生 二人各自道了姓名 那人道 见姓严 舍下就在咫尺 叙随宗师案林 姓刀遂见 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遇 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节故旧 二位各到了年一师生 严供生不胜亲近 工坊告过师陪 那边去了 严家家人多了一个师盒来 又提了一瓶酒 桌上放下 揭开盒盖 九个盘子 都是鸡 鸭 遭鱼 火腿之类 严供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 针酒凤过来 说道 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 一来窝居恐怕谢尊 二来就要进衙门去 恐怕官方有碍 故此被个粗碟 就在此处谈谈 休闲清慢 二位接了酒道 尚未凤夜 道先取饶 严供生道 不敢 不敢 立着要厚干一杯 二位恐怕脸红 不敢多用 吃了半杯放下 严供生道 汤父母为人连敬慈祥 真乃一线之福 张景斋道 是 毕师叔也还有些善政啊 严供生道 老先生 人生万事 都是个原法 真个勉强不来的 汤父母到任的那日 毕处和弦身金 供搭了一个彩棚 在十里派迎接 地站在彩棚门口 须鱼 罗 旗 散 扇 吹手 业翼 一对一对 都过去了 脚子将近 远远望见老父母 两朵高眉毛 一个大鼻梁 方便大耳 我心里就晓得 是一位凯提君子 却又出奇 几十人在那里同街 老父母轿子里 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 那时有个朋友 同小弟并站着 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 又把眼望一望小弟 悄悄问我 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 小弟从事说 不曾认得 他就痴心 直到父母看的是他 忙抢上几步 意思要老父母问他什么 不想老父母下了叫 同众人打工 倒把眼望了别处 才晓得 从前不是看他 把他修得要不的 次日 小弟到衙门去夜见 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 诸事忙作一团 却连忙丢了 叫请小弟进去 换了两边茶 就像相遇过几十年的一般 张相深道 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 所以必誓书向尽 近来自然时时请教 言共声道 后来倒也不常进去 实不相瞒 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 在乡里之间 从不晓得 占人寸丝半素的便宜 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 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 却也凡事心找 就如前月线考 把二小二曲在第十名 叫了进去 细细问他 从得先生是那个 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 着实关切 范举人道 我这老师看文章是乏眼 既然赏见令狼 一定是英才可贺 言共声道 岂敢 岂敢 又道 我这高腰是广东出名县分 一岁之中 前两 号县 花 布 牛 驴 鱼船 田房税 补下万斤 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 低声说道 像汤父母这个做法 不过八千斤 前任潘父母做的十节十有万斤 他还有些枝叶 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 说着 恐怕有人听见 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 一个棚头赤足的小屎走了进来 望着他道 老爷 家里轻易回去 言共声道 回去做什么 小丝道 早上关了那口猪 那人来讨了 在家里炒理 言共声道 他要猪 拿钱来 小丝道 他说 猪是他的 言共声道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我就来 那小丝又不肯去 张 范二位道 既然府上有事 老先生敬请回吧 言共声道 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 这口猪圆是设下的 才说的一句 听见罗响 以其立起身来说道 回牙了 二位整一整衣帽 叫管家拿着帖子 向共声谢了扰 一直来到宅门口 投进帖子去 只嫌汤凤接了帖子 一个写是直张失路 一个写门声范进 自心里沉吟道 张师兄屡次来打囚风 甚是可验 但这回通我心中的门声来见 不好回他 吩咐快请 两人进来 先是进斋见过 范进上来 许师生之礼 汤之县在三千让 奉作吃茶 同进斋许了些阔别的话 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 问道 因何不去会事 范进方才说道 先母见辈 尊致丁幽 汤之县大经 忙叫换去了吉福 拱进后堂 摆上酒来 席上燕窝 鸡 鸭 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 苦瓜 也做两碗 知县安了席坐下 用的都是银香碑筑 范进退前缩后的布局碑筑 知县不解其故 敬斋笑说 是先生因尊致 想是不用这个碑筑 知县忙叫换去 换了一个慈悲 以双香柱来 范进又不肯举 静摘道 这个柱也不用 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 方才罢了 知县疑惑 他居丧如此尽力 躺货不用昏酒 却是不曾陪伴 后来看见 他在燕窝碗里 捡了一个大虾原子 送在嘴里 方才放心 因说道 却是得罪的紧 我这碧椒 酒席没有什么吃的 只这几样小菜 全且用个便饭 碧椒只是个牛羊肉 有恐跪椒老爷们不用 所以不敢上席 现今奉旨尽在耕牛 上次行来牌票甚紧 衙门里都也莫得吃 掌上竹来 将牌拿出来看着 一个贴身的小丝 在知县耳根前 悄悄说了几句话 知县起身向二位道 外边有个书版回话 地去一去就来 去了一时 只听得吩咐道 且放在那里 回来又入席坐下 说了失陪 向张靖斋道 张师兄 你是做过关的 这件事正该伤之于你 就是断牛肉的话 方才有几个较亲 共备了五十斤牛肉 请出一位老师傅来求我 说是要断尽了 他们就没有饭吃 求我略松宽些 叫做满上不满下 送五十斤牛肉 在这里与我 却是瘦得瘦不得 张靖斋道 老实书 这句话断断使不得的了 你我做官的人 只知有皇上 那知有较亲 想起洪武年间 刘老先生 汤之县道 那个刘老先生 靖斋道 汇姬的了 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 天下有道三局中的第五名 范靖插口道 想是第三名 靖斋道 是第五名 那墨卷是帝独国的 后来入了汉林 洪武私行到他家 就如雪叶房谱的一般 恰好江南张王 送了他一摊小菜 当面打开看 都是些瓜子金 洪武声上脑了 说道 他以为天下师 都靠着你们书生 到第二日 把刘老先生 贬为青田县之县 又用毒药白死了 这个如何了得 之县见他说的口若玄河 又是本朝确切典故 不由得不信 问道 这是如何处置 张靖斋道 依小之余见 士叔就在这事上 出个大名 今晚教他伺候 明日早堂 将这老师傅拿进来 打他几十个板子 许一面大家家了 把牛肉堆在家上 出一张告示在旁 申明他大胆之处 上次仿之 现士叔一丝不苟 生前就在指日 知仙点头道 十分有理 当下席中 刘二位在书房住了 次日早堂 头一起带进来 是一个偷鸡的鸡贼 知仙怒道 你这奴才 在我手里犯过几次 总不改叶 打也不怕 今日如何是好 因取过朱笔来 在他脸上写了 偷鸡贼三个字 许一面加加了 把他偷的鸡 投向后 尾向前 捆在他头上 加了出去 才出的县门 那鸡皮鼓里 喇的一声 磕出一泡西石来 从鹅炉上 躺到鼻子上 胡子沾成一片 滴到家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 叫江老师夫上来 大骂一顿 大胆狗奴 重则三十板 许一面大家 把那五十斤牛肉 都堆在家上 脸和梗子 锅得紧紧的 只剩的两个眼睛 在线前失重 天气又热 加到第二日 牛肉生躯 第三日 呜呼死了 钟辉子心里不服 以时聚众数百人 名罗罢是 闹到县前来 说道 我们就是 不该送牛肉来 也不该有死罪 这都是南海县的 光棍张师路的主意 我们闹进衙门去 救他出来 一顿打死 派出一个人来偿命 只因这一闹 有份教 共生兴颂 贤宗来到省城 乡身结亲 夜贵竟有金果 未知众回子吵闹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之后 栗签宗来 祝福 感谢观看